哇 有蘋果 我要吃 阿妹 不可以 這個是要給媽祖娘娘的貢品 阿嬌啦 蘋果蘋果 都比人家的禮拜 去台灣平平安安 阿嬤 我們坐飛機咧 媽祖娘娘是護航女神 你下一次去搭郵輪 才應該請她保佑啦 那麼暖共啦 以前沒有回憶 媽祖當然不管天上的 其實只要是出行 都在媽祖的橋橋範圍內呢 哇 那媽祖不是會很忙 爸爸爸爸 媽祖娘娘什麼都管 是不是很厲害的神仙啊 嗯 媽祖呢 可算是福建人心目中最重要的神奇 但是其實 最初的她 只是每周到一個漁夫家的女兒 叫林莫娘 她純朴善良 雖然聰慧過人 但也只是個普通人 沒有上天入地的本事 為了讓出海的人們 都能找到回家的路 她呢 經常提著燈籠 在岸邊為漁民們飲航 欸 那裡有燈 是沐娘 唉 可惜 她28歲 就過世了 可憐喔 村民們為了紀念她 就為她修建廟宇 來供奉她 那她是怎麼變成神仙的呢 所以一開始供奉媽祖的 主要是福建莆田的人們 後來呢 南宋高宗皇帝 將莫娘封為重福夫人 信媽祖的人也就越來越多了 不少朝廷官員 會通過提高媽祖的影響力 來增強敏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也以此讓人民更擁護她們 從那之後 共有14個皇帝 對媽祖進行包封 林莫娘也從夫人 身為天妃 飛后 天上聖母 封號最長的有64個字呢 就這樣啊 媽祖呢 就從一個地方小神仙 被打入官方系譜 成為了富豪女神 哇 名字那麼長 很flex咧 那麽暖共啦 其實 大家還是比較喜歡親切的叫媽祖 這是梅州人對得高望著女性的稱號 那她是怎麼從中國來到新加坡的呢 她有passport的嘛 媽祖的信仰呢 是隨著海外華人的落地生根 流傳到世界各地的 供奉媽祖的 經常是社團或中青組織 比如福建會館 以前設在天府宮內 天府宮最初就建在海邊 是咱雞乘船拿來的華人一定會去的地方 後來啊 媽祖的神職也不斷的豐富 比如護航啦 祈禹啦 宋子 甚至有人說她是戰神呢 耶 升級了 對啊 媽祖很靈的 新華 普天和泉州那邊 遇到大漢都會向媽祖求雨 嗯哼 南宋年間也傳說 戰士們與海盜活鬥時 隱約能看見媽祖在雲端之上 於是乘風進兵大獲全勝 惡戰時期 台灣還有媽祖接炸彈的傳說呢 真得功 朝廷的官方認證和民間傳說呼應 這才鞏固了媽祖在人們心中的地位 哦 每年媽祖誕成 廟宇都會舉行盛大的祭典 也有不少信眾在家祭祀 經常出海的船子上 也會供奉媽祖的神像 據說在海上遇到危險 喊媽祖 娘娘就會快快地來 但是如果喊天后娘娘 她就還要化妝 會來不及救人 我每次去坐遊輪 也會帶上媽祖的神像 嗯 阿嬤 不用麻煩了 我幫你爸媽祖賽整我陪伯不就好了嗎 呃